中華民國國防部副部長黃信龍表示 所有新的武器都是國產 包括精準打擊導彈如鴻鋒、天弓、天劍等導彈以及戰艦 為提升國軍戰力 將台灣打造成高機動難攻擊的次衛 行政院計劃從2022年到2027年增加2,400億新台幣的特別預算 用於購買陸機反艦導彈、野戰防空系統、陸機防空系統、 無人攻擊載具系統、萬劍導彈系統、 紅星導彈系統、海軍高效能戰艦 以及海巡艦艇加裝戰時武器系統 黃信龍說 為因應當前的威脅和區域情況變化 國軍急需提升戰力 該特別條例如獲立法院通過 特別預算將用於8大項共10個專案的採購 特別預算將以年度計劃營餘和發行國債方式贊助